字幕提供 大家好 我是千鳥 今天要為大家帶來的是 PRV GTS奈酒積分賽第三站 居然站在林路 現在比賽時間已經超過了半場了 我們也進了維修展 還沒有看到翔哥跟文斌進去 撐這麼久了 狂欸 除了維修展 我在小石的後面 似乎關不太上 全新的輪胎的說 加速一下 來到新加40分的地方 到後半場比賽已經很難 連續的都有殘兜畫面了 被文斌超車的翔哥 沒有辦法保持很近的距離了 是不是開始被甩開啊 翔哥 040 070 050 060 最近的五圈 香蕉剛剛在纏鬥的時候 文斌都是03 有一點差距 文斌跟翔哥一起進戰 PIT人員的速度PK 非常漂亮的兩個人一起壓線 這是講好的嗎 真是有默契啊 換上新輪胎的翔哥速度好像很快喔 換上新輪胎的翔哥速度好像很快喔 一下子剛剛的差距像是假的一樣了 一下子剛剛的差距像是假的一樣了 好像差不多喔 好像差不多喔 也是有慢 跟翔哥一樣有慢 跟翔哥一樣有慢 對 翔哥在最後的S1 快速的切到內線 壓在路源上 超過了文斌 是一瞬間的事情 非常的快 文斌啊 他努力了這麼多圈 好不容易才拿下了前面位置 我明企圖從內線反攻 明企圖從內線反攻 一就是沒有希望 沒有希望 哇,才幾個彎而已耶 已經拉開距離了 初戰全翔哥刷出了兩分的成績 比起前面的成績都還要快 快了不少 我在湯匙灣失控 轉圈圈 自己失控 我後面的雄精也有一個失控 不過他損失的時間應該比較少 失控沒有這麼嚴重 稍微加速一下 比賽的時間剩下31分 文兵第二次進戰 等於是十分鐘多就又進來 怎麼這麼神奇啊 我聽剛剛發生什麼事了 啊,在這邊自滑 撞牆 該不還是車壞了 所以決定進戰修吧 想個大爆發 一下子追上了熊粉熊 威斯利 太誇張了 這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剛剛 剛剛那個三台車殘兜都是假的嗎 加速來到28分 Rucky進戰 剩下28分 渡邊野鏡 就是 都是第二次吧 第三次 渡邊好像是第三次了 漂亮了 又有一個彩線 這個 一個小時的時候 進來的車子真多 熊粉熊野鏡啊 大家一起競爭 大家一起競爭 熊肌超過我了 怎麼這麼突然 之前不是還有一段距離嗎 我企圖反擊 似乎最後被越來越遠了 我企圖反擊 從排位的名次落到第八 從排位的名次落到第八 哭哭 又是這裡 這個彎 沒那麼如此 這樣子所以被追上 被超過 前方出現黃漆 阿鳳停在路邊 Rucky速度緩慢 熊肌要超過去 自己也壓了一點草 我也跟著那個路線 那我直接衝出賽道去了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啊 Rucky跟阿鳳碰到嗎 這樣到底是 感覺沒有碰到 但是 從阿鳳的視角來看 從阿鳳的視角來看 阿鳳壓到旁邊的陷阱打滑 回來的時候 Rucky一閃他 結果 開笑塞到外面去了 反應真快耶 這樣子有沒有要閃 嗯 跟在熊肌後面一小段 可以看誰先拾摸誰先抱 感覺我們兩個這場落機 拾目多次了 希望自己中到阿凱先生 因此出了賽道 車上有氣掉了更多 阿凱先生怎麼了 阿凱先生在第一個彎 第二個彎這邊出彎的時候打滑 然後在路中間剛好被頂到 然後在沿路向前滑 滑很遠阿 我覺得還蠻奇怪的一件事情 那個沙子不是阻力非常非常的大的 雄機 剩下22分的時候再一次進展 所以又跑到我後面 所以我只會停一次 但是 就是說剩下了20 1分內如果我能夠保住位子的話 就能夠有第7 前面應該是追不上 現在躲進一次站的文兵 追到了小屎 還要一條根距離 小史現在的單圈也是0304 跟剛剛文兵差不多 我剛剛的文兵是纏透中的文兵 330個人的文兵 就像章魚 這種時候覺得有點小危險啦 我小死自己開到草地上 太可惜了 連防守的機會都沒有 這樣被擊敗 翔哥進戰 好了,30分鐘後進戰 加速一下比賽,時間剩下11分鐘 好 熊本熊已經 不是熊本熊,熊吉已經跟到我的車子後面 我每一圈的圈速都不是很穩定 上10分半 死守著10分半 還是沒有守住 兩台真第七名 一分積分的差距 我 在這裡押到陷阱 打花園槍 拉回來 但是 位置已經不薄了 我前面有在失誤 喔,我前面有在失誤 才會被 Pete 玩了熊 熊吉 這麼快追上嗎 還兩次耶 兩次都在這裡失誤 尤其是第二次特別慘 就是這樣回來的時候被追上 好可惜啊 好可惜啊 剩10分鐘 結果撐不到幾分鐘就過啊 多邊很符合日期的在 撐下10分鐘的時候 進最後一次Pete 雖然說他進這麼多次Pete 位置還是保持著 整個加速久一點啊 加速直接到比賽要結束的時候 好可惜 可是因為多進一次展的關係 會輸給小哥了 杜貝 以待時間到 Rocky正好開回了 終點 非常的剛好 恭喜Rocky獲得本次比賽的第一名 分戰冠軍 太厲害了 比賽的結果 比賽的結果 第23個小潘潘 其中阿鳳跟小潘潘兩個人都在 比賽途中退賽了 經過判法扣除積分之後 名次並沒有變化 總分的部分 第一名目前是翔哥43.75分 第二名文斌36分 第三名 威斯利24.25分 第四名 Rocky20分 第五名 小潘潘12.75分 第六名 杜鞭12分 第七名 熊吉10分 第八名 千鳥9.5分 第九名 今天結束 如果喜歡的話 別忘了幫忙按個喜歡 分享出去 訂閱千鳥熊頻道 並打開旁邊的小鈴鐺 就不會錯過新的影片跟直播喔 那這集就這樣 謝謝大家收看 掰掰